刚才那家店真的太好吃了 我们明天再去一次好不好 我还想再试试 哎 嫩 我饿了 对了 还记得你有说过 想再去一次 上次那家好吃的餐厅吗 要不我们今天就去 还好我们有先定位 否则人超多根本进不来 这味道真是太香了 这汤头超赞 腊中带点甜 牛肉片嫩到不行 完全是我的菜 我这碗意面也超美味 味道很有层次感 吃了真的觉得幸福感爆棚 待会饭后一起去散步消化一下吧 好啊没问题 今晚的风刚刚好 我最喜欢这种不冷不热的温度 这里的傍晚太美了 之前只是经过 但一直没过来看看 原来城市里也有这种小秘境 平时的生活太忙碌了 容易错过这些生活中的点滴 其实偶尔放空对身心才有意 吃饱喝足看夜景 今天过得超疗愈 对了 火候新电影上来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耶莱娜 刚才那一小段 是我自己用AI做出的动画片 在这个AI赋能的时代 一个人就能轻松 把脑海里的故事情节 想象 转变为一支有创意的动画 无论是角色 故事 还是场景 我们都能利用各种不同的工具来完成 我们可以使用Chat GPT 撰写剧情大纲 设定人物角色 描述人物穿搭外观 提供数个画面 场景与对白 并且把人物的相关指令 风格等相关描述复制下来 以便生成图片时 能更有利于维持一致性 以开头那支动画作为例子 我使用Meta Journey 做出所有图片 当然 所有场景的英文指令 也都能透过Chat GPT来提供 或直接使用靠中文输入 就能画图的AI工具 例如Chat GPT 本身就有画图功能 在维持一致性方面 我使用了先前这支影片里 所提到的角色参考 和风格参考指令 来维持风格和人物外观的一致性 并在每次AI绘图时 一并附上第一部Chat GPT 为我们写好的人物描述词 这样更能确保图片生成的品质 从而让风格 人物的外观呈现更稳定的样貌 原本我曾试着使用Sora 将静态图转为动态影片 但效果好像不太稳定 所以改用了可林国际版Clean AI 它有提供一些免费额度 使用方式非常简单 在Clean主页找到Video影片 上传影像 选择要用哪个模型 输入影片动作描述 设定好描述一次生成的数量 然后开始生成等待 影片做好后 可以直接预览并下载 Clean还有提供纯形同步功能 点选Lipsync 就可输入对话 并选择声音 也能使用AI制作配音 或是使用CapCut 或剪映这类影片剪辑软体 为影片片段配音 增加音效 最后导出影片成品 或是也可以利用线上剪片平台 FlexClip 及其中的各种AI工具 轻松完成剪片 如果你也想试试 那就赶紧动手 做出属于自己的动画作品吧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咯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频道 分享出去 感谢你 我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观看